如果F的話表示是Frozen 就小數點 如果D的話呢 表示是整數 那如果 這邊我是沒有寫到 應該是要個S 就是字串的話一定是S 因為這邊沒有特別帶到 主要會放這個 主要是因為 剛好第一個Format很重要 第二個的話 那個我有提到 那個 有一個證照 Python的證照考試 裡面就會考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你們現在學的東西 如果把它練熟 如果要考個證照 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其實這些東西 把它練一練 就足夠你去考證照 OK我講過嘛 考總共 九題 九題好像給你100分鐘 一題大概10分鐘 題目 真的都非常簡單 我印象中好像我有放一些 不見得已經要考證照 裡面第一類就考基礎程式設計 考這些東西 其中有一個是格式 畫輸出 就是Format OK 第二類考什麼 選擇敘述 其實就邏輯 第三個考什麼 考回圈 回圈就我們今天講的 Fall in 有沒有 然後壞喔 第四就進階了 等於是把上面這些 再弄得複雜一些些 等於把123綜合起來 第四個就寫Function 第五個就寫Function 第六個的話就是串列 然後再來就是其他的一些相關的 像 Tupel Stat等等的應用 然後自串 再來就檔案 他還沒考到資料庫 其實九類 不過他好像有分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好像是1到5 就是一張證照 1到9又是另外一張 OK 如果你們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那個 有個 官網 TQC Plus TQC加好了 你打個這個 TQC加 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 他的官網 那裡面的話 什麼 認證內容 裡面有一個 認證科目 其中有一個是 程式 設計 領域的部分 那你就找一下那個 Python的部分 程式設計 工業工 軟體在這裡 這個Python 它有基礎了 裡面的話 這個是我剛剛講100分鐘 九題 然後 另外一個是入門的 是這一個 就考一到 一到五類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自行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大綱 考試的大綱 考題的話也在這裡 總共有 十題 一類有 一類有那個 就是 一類有十題 那 不過理論上 目前看起來好像 都只會看到雙數 我有私底下問他們 他們是說 應該暫時不會有單數 OK 所以理論上就是 變成在除以二 如果 當然這個 認證吧 只是 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 上面 有這一個 就 Python 考試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 format 如果說用在剛剛這一題 適不適用 有同學真的還蠻懂得 舉一反三 其實我沒想過 可以這樣用 而且 更好 更好用 怎麼說 第一個 你根本前面就不用格式化了 你就不用在前面加空白了 但是問題 要怎麼樣剛好前面 就是總共13個 你可以第一個 在Printer前面 我先空白一下 先給格式 那格式的話就跟剛剛講過 一個什麼呢 一個 這個 中瓜 這個一個大瓜糊 然後中間加一個帽號 習慣一定是雙引號兩個 大瓜糊 然後中間加帽號先打 然後如果是幾個字 就13個字 那如果你要放的字是什麼呢 是字串就S 如果是 浮點的話就 點 幾 比如說點 EF就小數點 D的話就整數 然後面的話加一個點 點Format 那Format是什麼呢 就把我們後面的這個字串放進來 它就會剛好 把你這個東西輸出 並且只有13個字 輸出看看 那你會發現呢 13個字 那因為呢 文字 固定都是靠左對齊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你要把它靠右對齊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帽號前面 加個 加個什麼 箭頭 其實它用那個什麼 用大魚小魚當成箭頭 所以應該要靠右嘛 所以箭頭就是打個大魚就可以了 有沒有有點像箭頭吧 這樣意思說呢 幫我靠右對齊的意思 13個字 而且要靠右對齊 當然如果你想說 那老師可是我想要至終對齊 OK 就是剛剛看到有沒有 向上箭頭這個符號 它還蠻妙的 這個剛好有點像至終嘛 對啊 靠左 好 至終 然後靠右 OK 那這樣的話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剛剛好 剛好這個數就在中間了 有沒有 變尖尖的 但是因為可能它的數量 你可能要算好 剛剛好是整齣的 否則的話可能好像會偏一邊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玩玩看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去畫一顆樹 應該是沒有問題 OK 這邊 特別補充一下 OK 剛好同學問到 我就順便 再講一下這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接著來看 就是說 那個 壞回圈 所以剛剛我們 Fall回圈裡面 是寫成這樣子 但壞回圈 特別注意喔 它有三個地方 跟Fall回圈不一樣的 第一個就是說 壞回圈 它裡面沒有初始值 所以你要自己給它初始值 OK 第二個的話呢 它沒有那個 這個 結束值 就是說它結束值的話 所以你必須你要跟它講結束值 第三個的話 它也沒有步進值 因為在那個 Fall回圈裡面的話 一般預設是 豆點1 就Step1嘛 但是 Fall回圈也沒有 所以它變成說這三個東西 你要另外 去寫這三個東西 就對了 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我要把什麼 把 這個範例 改成用 Fall回圈來改寫的話 第一步的話呢 我必須把什麼 把這個 Fall 先改成壞 OK 你打一個W 它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 Eclipse的優點是 它可以自己幫你打 層次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 跟它講說 所以第一個 把Fall改成壞 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剛剛講過 它沒有初始值 也就是 I的初始值 它沒有 所以你必須把 I的值 扳到上面來 給它一個初始值 等於1 本來 是寫在這裡 但是現在變成在這裡 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它結束 結束的話特別主要 我們 就是必須在結束值的地方 把它寫在這裡 就是 Why I怎麼樣 因為我要 當它為True的時候 進到裡面加 當它為Force 不是的時候 就跳離 所以呢 當它怎麼樣 當I的值 如果是 小於100的時候 有沒有 第一個 I 預設是1 1 是不是小於100 這個條件 應該為True吧 True的話就會幫你加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第一個不一樣 第二個不一樣 是結束的地方 這要變成一個邏輯 第三個就是你加完之後 你要自己在 I 等於 I 加1 也就是不進值 也要 自己額外寫 所以你會發現 本來Fall回圈 都在瓜糊裡面 就處理完畢 但是壞回圈 如果相對於Fall回圈的話 變成這三個都要另外處理 所以當然如果像這種案例的話 你沒事當然沒有人會把它寫成壞了吧 Fall應該相對的簡單太多了 不過真的喔 我看很多人寫程式 蠻奇怪的 我都習慣寫Fall 很多人呢 真的他全部都寫壞了 真的喔 全部寫壞喔 連可以用Fall的他全部都寫壞 所以後來才發現 真的每個人習慣不同 那我會覺得 Fall回圈不是比較簡單嗎 你又怎麼把它寫那麼複雜 因為 有的人的 那個 腦筋邏輯 就是習慣 用壞 我不知道 反正 所以 沒有 我一直強調沒有標準答案 反正你習慣怎麼寫 就OK 但是前提是你不要把程式越寫越複雜 一定要讓程式越來越精簡 不是越寫越複雜 沒幾個東西你居然寫得那麼複雜 別人看不懂 不過會不會有人 他的企圖心 他企圖就是希望別人看不懂 你給你嘛 沒關係慢慢看 OK我故意把它寫得複雜一點 反正你們看不懂嘛 我看得懂就好了 對不對 會不會有這種人 我發現職場上會喔 OK 所以 險惡 這沒有 只是說 我們不是那麼 我們教學不會這樣 OK 我們盡量還是讓你們 比較能夠看得懂 然後讓你知道為什麼 要怎麼去選擇寫法 而不是要寫一個 讓人家覺得 這真的是你的功力 真的是太 一看就是要很弱了 為什麼寫得這麼的複雜 所以厲害的人真的三兩招 可以看就知道說 到底有沒有功力喔 OK 所以 你要能夠 寫得好 能夠一眼讓人家看得出來 你是有底子的 這可能就是要下一點功夫了 OK 那 三個地方不一樣 看得出來吧 OK 不用特別背 但是要特別要了解 你就知道說 好 那 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 壞耳迴圈會弄那麼複雜 其實 因為我們這個範例是剛好比較適合 佛迴圈 所以寫起來 壞耳迴圈不是那麼恰當 但是有些範例剛好適合壞耳迴圈 因為 它的強項就是這裡 判斷 如果剛好它不用初始值 因為它會一直增加 給像網路上的資料 會一直跑 那也不用步進 因為網路上的資料 會一直自己加 那我只要知道邏輯就好 如果像那種狀況 你就用壞耳迴圈會比較恰當 OK 所以 這樣就已經寫完了 所以我把它拆開來 把 1 改成壞耳 二初始值放上面 條件 就把它改成 結束值就是一個條件 附近寫 這裡的話 你當然可以寫成 加等 加等於1 你也可以寫這樣 加等於1 這樣也可以 有比較簡單嗎 習慣就好了 OK 最後把它執行一下 結果不OK 結果應該就OK 一模一樣 有沒有 另外的話 其實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就是說 我會直接 怎麼樣 把這個條件 像我的習慣這樣 我乾脆要寫壞耳冒號 壞耳冒號什麼意思 1的話就True的意思 True True就是1 False就0 當然如果你打的話 打 True要打四個字 打1只要打一個字 所以我會選擇打1 所以以後你們看到 1的話就是True 0的話就False False就是不是 OK 你不要以為 為什麼 有的人寫這樣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比較懶 我打一個字就好 換有1 那 特別主要 如果像這種 換有1 冒號的話 指的是無窮迴圈 也就是一直會進到迴圈 如果你要讓它跳離的話 那你可能要把邏輯 寫在 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邏輯判斷 所以你這邊可能要什麼 if 假設I怎麼樣 如果I 假設它怎麼樣 大於 大於 大於99的話 那你就讓它怎麼樣 跳離的話 會多一個break 如果一般習慣 假如說 它這邊是 無窮迴圈的話 那可能就會把剛剛的邏輯判斷寫在 這個底下 特別注意會套用一個叫break 因為如果你是換有1就無窮迴圈 它會一直進去 如果一直進去一定要配合一個break 否則的話 它會只會跑不會結束那就完蛋了 程式會跑到盪掉 所以如果進來之後 加完之後 那它為什麼情況下會跳離呢 如果當它加了1之後 99 99 99是等於 還會執行 當它 大於的話100了 那就break掉 所以應該這樣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 我們看一下 也是4950 OK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不過未來 我習慣蠻多地方都會寫成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這樣的寫法也不用覺得很驚訝 OK 好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我剛剛講的 4回圈改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也可以試著改 改一下什麼99乘法表 規則也是一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